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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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腌制入味 先把鱼腌制一下 放入盐巴 料酒 加入母鸡蛋 来点胡椒粉 再来点红烧淀粉 左手搅拌均匀 稍微软一下让调料充分吸收 再放点蔬菜籽油 防止下锅粘点 腌制15分钟 准备米饰三点套 葱姜蒜 全部切成可可 我最选用的是纸姜 这个纸姜和鱼是最搭配的 再准备点青红小米 切成圈圈 321克花椒 再准备点清水泡过的干海椒 晾熟 比较开 老公 火烧宽油 鲁腿油温下头铜上面 斩一下 滑石 倒了六分钟以后裂出来备用 锅里底油放入豆瓣枪 下头所有炒料 炒熟后放入干海椒冲冲 炒出花椒香味下煮炸骨的鱼 放入308个白糖 来点鸡鸡 要得了去锅 再撒入一点白鸡 一份重庆江湖菜第三鱼送给大家 就这个避坛块儿我后几天别问你们 我小红鸡你们会给吗 谢谢大家 来啊 请哦 让我点开盖 整到劲了 你看我这个没摘得很干净 应该要弄了 多点用 嗯 摘得干净应该要弄了 嗯 整个没点菜吃过 以后就多挣两次嘛 我比较喜欢吃菜啊 咱们这边先点菜 就比这个还要嫩一点 滑白滑白的 这个避坛团来自重庆避坛 还有个更出名的就是来风鱼 这是他们一个地方的 但是这个避坛团有很多做法 本来就是江湖菜 所以这个做法比较多 有浇油的有加汤的 还有这个干锅的 我们这是干锅的 就包括来风鱼的做法 都有很多种 这种别的 我把骨骨吃了 这我们都得意的最喜欢的 嗯 都只能喝喝清香的 这个吃的香酒 这个摘过以后就没得那么嫩哈 下次我们尝试这个淋油的话 会就还嫩点 那啥小鱼的也很啊 别看着鱼的啥子 你放得很 这个会 嗯 如果加汤加鱼的话 这个菜就更下饭了哈 嗯 这个 骨鱼有鱼 没有一只鱼能够喝得离开四川啊 子宫眼猫菜那边最具有特色的就是这个鱼肉哈 还有铁门 嗯 哈喽朋友们今天视频道是 如果喜欢我喜欢佛龙才行广众们 我说我 我说我 我们今天再见 拜了 拜拜